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 孝氏不就让我 放心 他不会那么做 只要计划顺利进行 可是明天早上才来 我们还有一夜的时间 对吧 对 所以 坚持就是胜利 那份一定要有信心 其实 别的什么我都不怕 我就是怕孩子跟着我们一块儿遭罪 你傻了 我们俩都这么危险 小寇子何来安全呀 我们一家三口的命运肯定是连在一起的 小寇子躲不过 你必须面对这一天 对 万一 万一真想跟他们说的 要让孩子吃烧红的烙铁该怎么办 不会的 金景仪就是要让我闭上嘴巴 大不了是做一只体罪烟 她不会真正对付你的小口子的 明白吗 嗯 无论如何 你有一点你要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唯一的身份就是李牌子 一个家庭主妇 你一定要向一个家庭主妇 懂吗 忘掉你是共产党 你是军统家属 你什么都不是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唯一的身份 就是七十六号电舞处处长李霞的太太 即使李霞是共产党 是军统特务 这些跟你都毫无关系 你这是一个普通女人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女人 无论是在这里 还是在七十六号 还是特工科 该哭就哭 该闹就闹 你越放开危险越小 你现在躲了吧 我们一定会有默契的 对不对 没有找到山林文稿 看来要李处长自己说出来了 秦警长 其实我们两个都非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赵紫棋说破东西搁我这儿呢 那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 当面对质 你现在有重大嫌疑 我们不能让赵队长跟你见面 我们必须从你这里打开突破口 不 不 今天你让你错了 李侠在长官面前从来不设防 何谈突破 口舌之快没有任何意义 江口队长 你留在这里继续搜查 李处长跟我走吧 把李太太也带上 凭什么抓我们呀 走吧 李侠离金警衣的行动更近了一步 两人各自使着自己的计谋 渐渐的逼近真相 就看谁的计谋更胜一筹了 郭先生去哪儿啊 去啊 你们别让我放开 我们要在一起 给我 你轻点 李太太 你今天受惊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客房 你先好好休息 明天大左阁下会找你谈话 那 孩子 跟我吧 孩子跟我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李太太你单独在房间 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你 太局 孩子晚上会哭的 我不会让他哭的 我有办法 好了李太太 你放心休息吧 没有孩子 有助于你思考问题 对不对 好啊 李太太 李太太 到了这里 你应该知道面临的是什么了 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还是要我们再费一番口舌呀 如果赵紫棋说把文稿交给我了 那我真的想知道是在什么时间 以什么方式送给我的 赵紫棋交代 他从童文书院出来以后 顺道冲了一趟你家 把山林文稿藏进你家里了 以他和你家的关系 以及对你家的熟悉程度 要藏一本文稿进去 应该没有问题的 可我太太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倒真想知道 赵紫棋把这文稿交给我有什么意义呢 他本来想回到七十六号食堂 见到你以后 再悄悄地把藏文稿的地方告诉你 就是江口队长抓他的那个时候 没有 什么都没告诉我 他就让我救他 他说他被陷害的 那是演戏 赵紫棋把藏文稿的地方告诉你了 你回到办公室 就给家里打了电话 让他们转移文稿 所以现在 我们在你的家里找不到文稿了 对不对 金女郎 中国人有句话你肯定听过 欲加之罪 何患无罪 好 好 我们下来 我来的 我去买 了 你 我来的 你 你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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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我们还是没有解决时间无差的问题 首相特使先生来了 你就是杀了我当了替罪羊 还是没法自缘技术 时间差 什么时间差 金警长真是贵人多往事啊 我们经过调查 警卫龙川政府 他的上哨时间被人土改了 他实际上岗的时间 跟冯小空和赵紫棋交代的相互矛盾 李处长 你的所谓时间误差 不就是由六个在童文书院门口的小贩 作为目击证人得出来的吗 就是这六个人 他们就能直接证明龙川政府 冯小空和赵紫棋在说谎 这背后一定有一只黑手在操纵 可惜的是 这六个小贩现在不能为你作证了 他们全都出了意外 很可惜啊 我明白了 他们被这只黑手给杀了 不管是幕后黑手还是别的什么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承认 山林坟稿在你的手里啊 我绝不成 绝不 你不承认 会有人承认的 李家前李霞说的那些话 荷兰芬一直不太明白 但现在他好像想起来了 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在丈夫和儿子被人无故剥夺之后 不应该是这种沉默无语和忍耐的状态 如果这样 正好说明他心里有鬼 他要放开 忘记自己的信仰 忘记自己的主意 完全表演好一个家庭主妇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一切 李主任 既然赵队长去送文稿的时候 李太太在家 我们不妨先去会一会李太太 好啊 走吧 我们先去跟李太太和小扣子聊一聊 这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真相往往就在不那么聪明的人手里 我们走吧 最大的考验来临了 李霞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这种考验不是对李霞自己 而是对荷兰芬 哪怕自己经受再大的痛苦 只要保住妻儿 李霞也心甘情愿 但是现在 李霞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 妻儿却要受罪 这让她心里无比地内疚 但愿 荷兰芬能按自己的主妇行事 李霞知道 金锦衣是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荷兰芬很难骗得过她 李霞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李霞在心里 小公子 小公子 我的宝贝你在哪呢 小公子妈妈在这儿 我要见金锦衣 我要见我儿子 李太太 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 那我应该怎么说话呢 你刚才说 要见金景一要见你儿子 听起来好像金景一 就是你儿子一样 金景先生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和我开玩笑 而且我丈夫我儿子都不在身边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金景先生 你害怕什么呀 小扣子在睡觉 明天你就可以看见他了 那我先生呢 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呢 因为你先生犯了罪 所以必须要把你们分开 我先生能犯什么罪呢 他一直勤勤恳恳地给你们工作 他能犯什么罪呢 女太太 我希望你也不要再装酸了 赵紫棋已经交代了 那本书就藏在你们家里 可是我们搜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李霞又拒捕交代 所以我们就只好请你老实交代了 否则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金景先生我真的没有装酸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金景先生 而且您说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再找不到那本书 明天你的先生和儿子就要死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先生和我的儿子都要死 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书啊 该死 我而且赵紫棋什么时候来过我家 我都不知道金景先生 好了 李太太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你再不回答 你就永远都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明白吗 永远见不到我儿子 永远都见不到了 明白吗 rà 你赵紫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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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赵紫棋 朵紫棋 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对她就是个疯子 你没事吧 不过 从她的表现来看 她好像确实是不知道 金警长 我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文章可作 什么文章 金警长 您的目的不就是让李霞承认 她拿了山林文稿 如果我们在这个女人 跟她的孩子身上做文章 一定会有结果的 李主任的意思 这次是要重演鲁续枝的那一出戏 您觉得呢 好不 那么 张口君 你去跟她说好了 把她逮出来 小裤子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戏 荷兰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但她自信完成了李霞的设计 她绝对相信李霞的判断 只要她把戏演好了 剩下的事情就只是等待了 她曾经花了几年时间 来等待李霞的爱情 又花了几年时间来等待儿子的到来 最后才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现在这个幸福的家 突然被人隔离了 前途未卜 这让她非常惊恐 她现在必须等待 等待这个家 让她重新出现在眼前 你们做什么 大左阁下特意开恩 让你带孩子回去 真的吗 谢谢金警长 谢谢李主任 金警长 刚才真是对不起 小裤子现在在哪儿 跟我来吧 这一瞬间 荷兰芬忽然明白 她的先生李霞 教她表演的那一幕 让她免受了这凌空飞来的无望之灾 这一瞬间 所有的担心 害怕 痛苦 愤怒 全都灰飞烟灭 荷兰芬忽然感到无比的骄傲 小寇子 大左阁下 来 妈妈在啊 赶紧走吧 去哪儿 大左阁下 想在你离开之前 跟你的先生 道个别 好 好 李霞 蓝芬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金警长知道我没干坏事 让我和小扣子先回去 多谢谢金警长 不用客气 李太太 你回去之前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你和小扣子是没有问题了 问题在李初长身上 到现在都不肯交代 我们没有办法 只有请你来劝劝他 我连什么事都不知道 你让我怎么劝他呢 如果你也劝不了他 那我们 就让小扣子来劝劝他 可以吗 孩子还这么小 连话都不会说 金警长您真会开玩笑 不要 没有关系 我们的江口队长 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他会让小扣子提前开口的 江口队长 开始吧 不要 你别碰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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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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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刚收红的 给你 李处长 如果你再不找的话 我可要往小扣子身上打烙印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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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李处长 想通了 想通了 神经文稿在我这里 很好 你终于想通了 江口队长 你带李太太和小扣子 到高阳楼去休息吧 等候通知 李侠的计划 一步步再往前推进 一切表演都真实可信合乎逻辑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终于来到了 李处长既然已经交代了 那就收监听候处理吧 李处长 你还没审法案呢 是吗 是的 您真的不想知道 我把赵子齐交给我的文稿 藏在哪里了 那好吧 那你就说说 山林文稿藏在什么地方了 其实你都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对这个话题 对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感兴趣了 既然你提出来 还是自己亲口说出来的好 好 我把它交给我的上级了 你的上级是谁呀 共产国际的上级 这么说李处长 是共产党的潜伏人员 对 那你怎么交给上级的 时间 地点 山林先生被刺当天下午 我就把文稿交到了一个秘密的交接点 然后 你的上级就来把它拿走了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赶过去 也会铺个空 对不对 您看您对我的答案很熟悉 我是很熟悉啊 共产党都是这样回答问题的 警卫 把他带下去 经理长 我们还要玩这场游戏吗 什么游戏 谁在跟你玩游戏啊 您真的不清楚 刚才我所有的交代 其实是在重复赵紫棋说的话 是吗 对 而且我认为这些话是您亲自设计的 何以兼得呀 如果你真的对山林文稿那么感兴趣的话 怎么会如此草率地结束这场审讯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不不不不 赵紫棋从来没把我扯进这个案子里来 是因为我继续查这个案子 您要我闭嘴 所以把我抓了 让我消失 我为什么要让你消失 因为首相特使要来了 您不愿意让我这个乱说话的人 多提不同的意见 李主任 我有这个意思吗 没有 经理长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 那好 就由李主任来处理了 我要去休息几分钟 紧紧让您不能走 为什么 在这里 我要做什么都可以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山林文稿在我手里 山林文稿在我手里 你真不想要了 你说什么 山林文稿 我把它藏起来了 李处长 李处长 刚才那样的审讯 已经是给你留了一条生路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 真对不起你呢 我已经骑虎难下了 骑什么虎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李侄 要不是李主任欣赏你的才干 让我留你一条性命 我早就枪毙你了 明白吗 李侄明白 你真的有山林文稿吗 真的有 赵子奇亲手给我呢 你真是 八嘎 你竟敢戏弄我 李主任 马上把他拉出去枪毙 还有他的太太 小口子 统统地枪毙 骑警察 你 你不用劝我 这个人卖弄他的小聪明 三番五次地挑衅我 我不想看见这个人 马上拉出去枪毙 你亲自去做这件事情 你疯了吗 君警察 对不起 你现在枪毙我已经晚了 你是什么意思 严谨公馆的人已经知道 山林文稿隐藏的地点 他们的人在那儿 已经埋伏了一整夜 一整夜 他们埋伏一整夜 跟我有 有什么关系 当然关我们的事 他们迟早会找到 那个山林文稿 而且他们会知道 放山林文稿的人是我 更重要的是 我是您查出来的 偷窃山林文稿的特务 而我和我的一家 都被您灭了口 您将怎么去解释呢 您弄到了山林文稿隐藏的地点 一个人想独吞 可是我并不知道 山林文稿隐藏的地点 你说已经交给公产国际了 不不不 我没有这么说 那是赵紫棋这么说的 那你是怎么说 华山路十一号 路边的垃圾桶里 那是我和我的上级联系的死心箱 山林文稿就藏在那儿 吉尼娜 现在您知道了吧 华山路十一号 你是说什么 我说的是山林文稿隐藏的地点 严谨公馆的人在那儿守了一夜了 首相特使马上就要来了 您得赶快 否则就会被他们抢了头工 而且到时候您很难解释 您既然从我这里已经得到了情报 为什么不赶快行动呢 秦警长 秦警长 先派人去取山林文稿了 还是先杀了我灭口 还是你有第三种方案 词曲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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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吗 马上就到 我再问李侠军 过了下一个旅客就到了 李将军 最好像你说的那样 我们能找到一份善令 否则的话 你应该知道后果 当然 尽你答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你可以说了 在什么地方 在那个大型风里 我一个大型风 金警长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刑警先生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 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说是有共产党人 在这交集情报 所以就赶过来了 没想到 出现的竟然是金警先生 太巧了 我们也是从抓获的人犯中 得到线索 说这里有重要的情报 就是这个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那再见了 金警长 你不能走 为什么呀 我们煤机关 从来和严谨公馆 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你可以在这里等人过来街头 我要回去了 我早知道秦茂在垃圾桶里 就是为了等街头的人过来 才没动手 你把情报拿走了 我怎么抓人 你的情报是错误的 不会有人来街头了 情报是错误的 那 这垃圾桶里 怎么会有你要的情报 好了我不跟你争了 首相特使已经到了七十六号 我必须要回去 把情报给我 才能放你走 江口队长 还是你来帮我劝劝雄警先生吧 哪危险 我不能回家 还想到家里 哪儿 尽管我们的生日 兄弟 是帮助吗 那个人 这酒 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请不请先生 你可以检查一下 从模样上看 应该是山里分岗 不过 还要将首相特使 用密码文件证一项 才能知道是真假 李小俊 我承认你的计谋是成功的 现在你可以说出真相了吧 还是请金警长 自己说出事情的真相吧 两位首相特使已经到达了七十六号 在回去之前 我们必须统一口径 事已至此 我们全都骑虎难下 只有金警长自己说出事情的原委 我们才好开口啊 金警先生 你们搞的什么鬼 这个 说来话成啊 好 那就到军事法庭上书 这山里文稿 是我们外务省和山林先生的共同财富 国资利器 山林先生被杀 山林文稿失踪 追查了半天没有结果 今天却出现在垃圾桶里 金警长 你们梅机关一直绞经脑汁 想要浓到我们紫密办的名单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 山林先生是你派人刺杀的 不不不 雄姐先生 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再不说话 那就没有机会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好吧 事情是这样的 半个月以前 东京方面传来消息 我们政府的上层人士 和国际友好人士 有相当的一部分 被怀疑成 共产国际的嫌疑分子 其中 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加上我们捕获了一批共产国际的人员 并成功地策反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名为 戒指推计划的大行动 准备先刺杀山林茂 然后再由东京方面派出一个代号 为河豚的上层人士 来接替山林茂的位置 以便掌握紫密班的全部人员 为共产国际服务 戒指推计划 他们的隐形太大了 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要查出 谁是从东京方面派来的那个 河豚先生 为了要查出谁是河豚 就必须要让山林先生牺牲 对吗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如果说我们保护山林茂 或者转移山林茂 他们一定会有更巧妙的办法 来接管紫密班 到那个时候 我们恐怕在睡梦中 就被拿走了紫密班 这么说 这个东西是假的 这恐怕就是李侠君的作品 军医长 真的是对不起 我错怪您了 我一直以为赵子齐是被您给陷害的 我一定要参与审讯这样 帮助她洗清冤屈 但是我没您成功 于是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好 马上啊 我刚才你说的计划去行动 马上 好 我现在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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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领事馆吗 我找熊敬先生 往下的事您就懂清楚 李小军 你倒好像是我肚子里的回程嘛 我的每一步计划 你都想得清清楚楚 实在是事关重大 不敢出一丝一毫的纰漏 请您的 请原谅 好了 现在你都知道了 我既没有陷害赵紫棋 也没有让山林文稿落在别人的手里 赵紫棋 是在冯小坤的劝说 和巨额金钱的诱惑下 自愿加入这个计划的 你非常的聪明 可是这一次你的聪明让我很被动啊 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来解释我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 我以为山林文稿在别人手里 才出此下策 也是为了 尽快地把文稿找回来 秦医长 真的对不起 山林文稿在我的手里 只要查出河豚先生 我自然会交出来的 在您手里 不是 我一点都 听不见什么 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太好了 山林文稿回来了 这是最好的事 再次向您道歉 金经长 由于我的愚蠢的行动 打乱了您的计划 你是打乱了我的计划 不过 你现在已经是这个计划 最核心的成员了 是 我现在已经是这个计划 在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是一个计划 在一切都前面 的一切都 谢谢大家